大家好 我是時光寶俠的Able 歡迎大家收看今集的一週標示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希望看完之後給個like和follow我們 你的like和follow是我們製作這些video最大的動力 上星期我們介紹了我們推薦10隻性格比高的潛水標的頭5隻 今天我們想說成餘的5隻 第6隻我們選擇來的碗標就是Longjin Legend Diver 自己最喜歡就是因為它是用了一個Vintage style的設計 它的標殼本身是一個Compressor style的標殼 什麼為之Compressor style呢 在上世紀的60年代的時候 當各大品牌剛開始鑽研做好潛水標的時候 其中一個技術就叫做Compressor 當你潛入水底那裏 當水越深壓力越大的話 碗標的防水能力越強 即是說標殼結構 是可以 將水的壓力 轉化成為 一些令到標殼可以更加緊密的一個動力 當然今天我們已經不需要這種結構去幫助我們增加防水能力 這個Compressor的標殼設計還有另一個特色 就是它有兩顆標棺 因為它的Bessel是在標盤裏面的 所以其中一顆標盤 就是用來調校Bessel 而另一顆標棺 就是用來正常調校時間和上鏈的 這隻Legend Diver的碗標是有好幾種不同的標面顏色的選擇 但我們介紹這隻Beige加Gray 即是橫色加深灰色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標盤是一個漸變的顏色 夜光的效果亦是非常之強的 整隻碗標配合一個Beige橫色的植物的標帶 我覺得它是非常之有懷舊的感覺 感覺是很和諧的 這碗標的直徑是42毫米 當然它也有另外一個36毫米直徑的款式 為甚麼我們會選擇一個大一點的標殼呢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Compressor的標殼Style 那兩顆的crown 如果我們是一個比較小的標殼的直徑 就會覺得它比較製用 所以我們就選擇了一個大一點的標殼 配置了一個ETA供應自動上電機的機心 是有72小時的動力儲備 亦都有Silicon Balance Brain 即是直的油絲 凡是有直油絲的ETA機心 都是比較高級的 given 浪琴的定位和碗標的設計和造工都非常之上成 我們覺得這個定價都是相對合理的 第七隻我們推薦的碗標就是 ORUS的DATWART Limited Edition 這碗標是一隻為了保育地球而創作的碗標 它的保育的題目 就是一個地方叫Warden Sea Warden Sea是全世界其中一個最大的潮池漲退的沙灘 這碗標的特色在標盤上 它有四支指針 除了正常的時針、分針和小秒針之外 我們還看到一支Pointer 即是指示式的指針 這支指針是逆時針方向下 它是為了指示月上和潮池的狀態 讓我們知道的 好像現在它是指著20 即是距離新月 今天是第20日 在上面我們可以看到月上的狀態 怎樣看那個潮池呢 就是中間那個好像狐狼形狀的線條 就是潮池漲退的一個chart 這個chart的線條和這個Pointer指針交接的位置 就可以讓我們知道今天那個潮池究竟是 退潮、中潮、還是高潮 至於那個標底蓋是實心的 亦都有Warden Sea的雕刻 以及有月上的雕刻 搭載了Selita供應的自動長鏈機械機芯 它是限量2009隻 第八款 Sicco Monster SRPD-27 有留意Sicco碗錶的朋友可能對Monster都不會覺得萌生 Monster是Sicco的專業潛水錶系列裡面定價最親民的系列 定價親民就不代表它設計孖孤 尤其是如果我們從旁邊看 標圈坑紋和標殼坑紋成一體 就像怪獸的牙齒印 所以這個碗錶就叫做Monster 它有一個船入式的錶棍 船入式的錶底蓋 搭載的是 精工自己生產的4R36自動上鏈的機械機芯 它的準成度數字 就不是很刺激 每一天是-35到-45這個範圍 我自己覺得精工是絕對有能力 將機芯調教到更加準確 只不過它是為了不同定價 定位 所以它們是 artificially 把不同的碗錶 那個準確度是調教到 不一樣 是去識別不同的定位 這碗錶是配一條橡膠的錶帶 所以戴得會比較舒服 它的定價是港幣3800 是我們這次10隻碗錶裏面 定價最相宜的 第九款 Tekhoyer的Aqra Razer Professional 300m Special Edition 聽名字都知道 它的防水深度是300米 Aqra Razer 它本身是有幾種不同的顏色 還有有鋼的殼 也有鐵鐵鋼的殼 這次我們選擇的 就是這隻特別版 用泰金屬來做錶殼和錶鏈 為什麼我們選擇它呢 最主要是因為它的顏色 因為它的錶盤和錶圈的顏色 都是今年最時尚的綠色 而且它的綠色是做得很醒目的 配上它的立體的時錶和劍形的指針 整體來說 我們覺得它是很時尚 我最喜歡的就是 Basel 上面 12點鐘位置的 倒轉金黃色的三角形 整隻碗錶 因為這三角形 就有了滑龍點睛的效果 這碗錶有一個 Ceramic 即是陶瓷的錶圈 所以看起來的質感 比較強 搭載一個 SALITA 供應的 自動上電機器機身 有42小時的動力儲備 本身的碗錶有兩種Size 43毫米的直徑 或者是36毫米 我們這裡選擇了推薦給大家的 是比較大一點的 43毫米的直徑 Tekhoia 碗錶的價錢 不算便宜 不過它整體的設計 是非常花心思 例如好像Basel 它不是圓形的Basel 是一個十二邊形的Basel 看起來是更加時尚 所以我覺得它的定價 反映了它的設計和造工 深思 第十隻 Tinsor C-STAR 2000 2000是代表600米 2000尺 也是我們這次十隻碗錶裡面 防水能力最強的一隻 但我自己最喜歡這碗錶 其實是它的設計 我覺得它的設計是 Modern 以及非常Sporty 它是用了一個 灰色漸變的錶面 上面還有波羅紋 伸延到黑色的 錶圈上面 還加了一些金色的Minute Marker 配襯品牌 以及在錶盤上的字 都是用金色 整體來說 給別人有一種 金貴的感覺 和不到一萬元的定價 即是有些底的感覺 這碗錶 是比較大的 46毫米直徑 16.25毫米的厚度 鋼的錶殼 所以是比較重的 所以配上一條橡膠的飄帶 稜均勻一點 戴得會比較舒服一點 因為它有600米2000尺的防水深度 所以這碗錶 配備了一個Helium Valve 都是因為天梳是Swatch Group的成員 所以它也是可以搭載 ETA供應的POWMATIC 80機身 有80小時的動力儲備 配備還有Nibicron的防池油絲 這碗錶的定價是港幣8000元左右 相對來說性價比是很高 好了 10隻我們認為 性價比高的潛水錶 都介紹給大家了 希望當中有些型號是你喜歡的 好了這個星期一周標時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